收红包的时候 没有啦 一定是阿库班啦 没有提过 脆脆黄黄 蛮好吃的 最后的部分是 收红包的时候 没有啦 当然是看到亲戚朋友 我们可以团聚在一起 一年只有一次 那个时候是我很期待的时光 确 因为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让你有震荡的理由去买新鱼 而且那个时候都失败 你要买 我的话我喜欢红色 没有黄色 这个太过闪耀 让我有点不习惯 不怕 除了每年收红包之外 每一年的厨艺不能扫地 不怕把好运给烧掉 我以前是田径队的 然后我是玩一百亿深迷跨来 然后也是跆拳道 自己有一个Mr. Leader 我以前在中学学跆拳道 没关注的时候 我有一个coach 他教我 很技术上的东西以外 每次上完课之后 我们都会坐下来 他会跟我们对话 他会跟我们交流 然后让我们 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会抛歪掉 确实确实 我们会有 其中一天大家都得空 拜访完 亲戚朋友之后呢 我们就到外面一起吃个饭 尤其是跟coach的朋友 希望在看我这个video的朋友们 在休息年里面是 万事鲁易欣赏事成 然后跟家人朋友关系都很好的 然后 身体健康是最为重要 因为你只有身体健康 才可以有更长时间 陪伴在你的家人身边 我买的是医药卡 然后是我姐姐在我18岁的时候帮我买的 我这两年来很清楚的感受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这两年来我进了三次医院 失误中毒然后割盲肠也等等的 然后都花了很多的钱 那个时候我姐姐 我说你拿那个医药卡 需要看那个 考虑那边跟他说你要进院 就很方便 就给他看 有进院 然后我不用去考虑说 我有没有钱付这笔手术费 还好我有 交这个医药卡的保险金 不然的话这两年来 我存多少 我可能加倍花出去 我要跟别人借钱 很糟糕 大家好我是圆腾 那我在Edica的这个新年短片里面 饰演的是Lucas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点击来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like and share and comment thank you 拜拜